杜蘇瑞的B禁讓航班也受到衝擊的 很多人現在想要出國 回台灣現在緊盯整個航班的變化 包括像是虎航 日本航空 都有班機被取消 或是調整他們的起飛時間 而明年27號 國內線航班更是全部取消 旅客冒著大雨撐傘 還拖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來到松山機場準備出國 放到櫃台大排長龍 杜蘇瑞B禁松山機場看似不受影響 但在日本工作的A先生 來台灣出差三天 26號準備回日本 前幾天可擔心到不行 原本就預定今天回日本 然後還蠻擔心的 所以原本要改班機 改成早上七點半 那時候已經訂了才知道有颱風 機票兩週前就買好 一共三人 如果改票得要13萬日元 將近3萬台幣 因此打消念頭 幸好最後還是順利報到登機 而除了散客擔心 旅行社帶團壓力更大 來到南韓騎鐵道自行車 26號清晨6點旅行社帶團抵達釜山 雖然班機沒受影響 但原本杜蘇瑞預估直撲台灣 讓團客好焦慮 他們心情上面會比較不安 我們的航班會不會受影響 行程會不會掩護等等的之類 那他們還是要準時到機場 這些問題會比較多一點 北台灣26號航班不受影響 不過27號虎航高雄機場起飛降落 兩架航班都提前12小時出發 日本航空27號到28號 七架航班調整時間 至於釜山航空 27號兩架航班取消 改由26號加開班機 讓網友無奈表示 只好提前一天回台灣 宋山機場國內線一片空蕩蕩 26號截至下午兩點 國內線取消54架次 27號更是全部取消 杜蘇瑞角局航班無奈被迫調整 旅客可得提早應應 記者張晴雲 黃詩全台北採訪報導